一名护士神情慌张地从产房里跑了出来 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紧随其后的医生也被吓傻 并不断挥舞手臂 让其他人赶紧离开 很快整个医院就被警察包围 一群身穿西装的神秘人来到产房门口 可当他们进去后 也被眼前的景象吓退了出来 最后只能用一个被黑布包裹的铁笼 将里面的怪物运走 从此负责接生的医生和护士就失踪了 30年后 一到名为恐怖热线电台 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对方自称克里斯 讲述了一个他小时候经历过的恐怖往事 那年他们七个人在学校操场踢足球 结果克里斯不小心将球踢到了旁边的树林里 就在他下去捡球时 发现了几间平房 出于好奇克里斯钻了进去 可没一会儿 他就神情慌张地跑回了学校 嘴里还不停重复着一句话 好大的都有 好多眼睛 随后校长在学生的带领下 找到了那间平房 等他打开门 直接被眼前的景象吓闪了 从这以后校长就一并不起 最后变成了植物人 电台主持人赶紧询问克里斯 到底看到了什么 然后对方只说了四个字 就匆忙挂断了电话 负责人阿宇立刻来了兴趣 决定做一期关于大头怪鹰的节目 为了收集更多的资料 他们找到了当年被下滩的校长 并从校长女儿的口中得知 在他们来之前 曾有七个学生来看望过父亲 其中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就叫克里斯 到了晚上 电台正在直播时 克里斯再次打来了电话 然而刚接通 婚姻室就传出了婴儿诡异的哭笑声 与此同时 两名主持人也似乎看到了什么 满脸惊恐地呆坐在原地 好在阿宇及时赶到打断了两人 等平静下来后 女主持人颤颤巍巍地说道 深夜 摄影师在观看白天的录像时 突然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随后就神秘失踪了 第二天 书姨将阿宇叫到了摄影师的家里 为了知道这个人是谁 阿宇和书姨再次找到了校长的女儿 然而对方却说这个人就是父亲的学生克里斯 并且今天早上他在医院见到过 可等他走进病房 克里斯间消失不见了 随后病床上的父亲就停止了呼吸 为了找到克里斯 几人来到报社查找资料 经过意外发现了有关大头怪鹰的新闻 并且除了克里斯以外 其他六名学生全部死在了郊外的一间工厂里 就在这时一堂鬼火飘来 瞬间点燃了整间报社 似乎是在阻止几人继续调查 刚回到电台 失踪很多天的录像师迈克 突然打来了电话 迈克说自己就在六名学生自杀的工厂 可等几人赶到 迈克已经死了 头上还画着一个长着六只脑袋的怪物 很快法医对尸体进行来检查 发现迈克已经死了很多天 那么给书姨打电话的又是谁 就在这时 书姨突然想到了大头怪鹰出生的医院 于是第二天 书姨带着摄影师来到医院 找到了当年的一名老护士 当书姨提到大头怪鹰四个字时 护士突然神情紧张了起来 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三十年 但护士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当时她听到二楼传来一个女人的惨叫声 可等她赶到时 接生的护士和医生 已经浑身是血的跑出了产房 并挥手是以其他人不要靠近 很快医院就被警察封锁 然后用铁笼将大头怪鹰隔离了起来 从此再也没人提起过这件事 为了查出事情真相 书姨带着摄影师来到了当年接生的产房 然而两人刚到门口 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